字幕志愿者 杨栋梓 杨栋梓 大家好 我是钟维冰 我很想和大家分享一些我死过翻山的经验 因为我差点就不能坐在这里和大家聊天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很想把我死去活来的经验和过程 想告诉大家 或者希望从中大家可以有啟示 大约是六七年前在我身上发生了一件事 我记得那个日子很清楚 是2016年11月1日 为什么我记得这么清楚 就是因为电视台通知我可以放假 当时我已经在友善做了六七年 没有放假很忙 突然间电视台就说他们会改组 就是会转公司名字 我们全部就可以休息 我很开心 我一段时间就立即去设计了圣诞节 去坐邮轮 然后就买了个新电脑 我记得就是三十一号 那一晚我就坐在地上 整晚就搞我的电脑 搞到后来都两三点了 我就觉得很累 而且我就觉得脚很麻痹 有点痛 大家感觉好像神经压了很久 好像鼻子 我就说不如睡觉 我就起床 走的时候也有点痛 但是都是麻痹的痛 我就没有在意 我就睡觉了 到早上大概七八点左右 我就起床了 上去厕所 一走到床 一走到床 我的右脚一碰到地下 我就上去 就躺在那里 我的脚完全没有力 第一个感觉就是我很害怕 为什么会这样 再动一下 我完全动不了 我也站不到起床 我就立刻想 我是否中风 我立刻大喊 叫 叫 害怕得不得了 于是 老公人叫白车 我立刻送入医院 我记得很清楚 我去了公立医院 我坐在急证室 等着的时候 我就觉得 我的右脚没有了 没有了感觉 突然间 我右手 这里开始就好像有点电 突然间 手指开始好像没什么力 好像很鼻 我就立刻和护士说 我的手臂是这样的 他们很害怕 他们说 不行了 我们要去医院 因为我们医院的设备 未必是这么齐备 他们都觉得是中风 于是又召了车 便把我送到另一间医院 我进了一间公立医院 不知道是什么事 当时他们说 要帮我检验很多东西 于是 我进了一个脑科病房 然后等着去检验 我记得我做了很多CT scan 心电图 什么都做过 便坐在等 当时我心里很彷徨 因为我痛 我的右脚虽然没有感觉 但脚趾好像不停有小小的电击 手也是 就是右边的身体 当时我躺在公立医院 就是一间大房 我左边有一个婆婆 不停地说话 我当时很痛 但我听她说话 她说什么 全家残 没有药食 给了钱也没有药食 全家残 没有药食 我身体很痛 但我不停地听她说话 就是说话 粗口 我看一看她 七八十岁 都很惨 然后我看一看右边 右边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女孩 她就不停地摔下头 嘔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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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 我都不懂得说我的感受 我很难过 又觉得自己 为何我在这样的环境 这是什么地方 我左边就不停地说 我觉得自己都很惨 那边就不停地摔下头 当然我后来就知道 这些是老科病房 这些都是老有问题 当时他们怀疑我是中风 所以就摆在这里 但我那晚真的如坐针尖 我痛苦得不得了 因为我觉得我身体不停被电流 即是襲击 而我身边就是这样的环境 当然到后来我就习惯了 但原来我就发觉 都可以 因为原来 当人习惯了环境 你开始听不到 旁边的人我当作唱歌 那边都是 因为我都没有时间去理他们 但当然是不舒服 后来其实第二天他们很好 因为他们知道我情绪 好像受到很大的襲击 他们便搬到我 一个比较单边的床位 还有我其实在那里很幸运 因为我后来就遇见了一个专科医生 一直是以前医开我的 吕峰湿的专科医生 他在那里就开始见我 以及帮我做检查 用了大约三天的时间 就告诉他我有个病 这个病应该叫做血管炎 但有了这个病之后 怎样呢 他便说 其实你是要用很大剂量的药去医治 但我们也要给点时间 暂时我便会给点铝固醇 你先吃着 但你也等些 我们再做很多检查 于是就煮多三石 他便让我出院 出院之后 我也不知怎样好 但就开始在想方法 就是应不应该找另类治疗 但出院之后 两个星期后 突然有一天 我突然间坐着看电脑 突然间 我左边的脚 一声 那种感觉 就像当日我出事的感觉 我的脚趾开始疲 我当时很害怕 因为我右边的手和脚已经不能动 现在到我左边 我当时害怕到也不懂得说 但我记得我的遭遇 虽然后来我在公立医院住了七天 都是舒服 都是可以接受 但我觉得我今次给自己的机会 我知道是什么事了 我有这个病 叫血管炎 今次应该去私立医院 于是 我便送了自己去私立医院 当时 我右脚和右手都不能动 然后左脚 发觉好像有电击的感觉 又好像不是完全不动 而是脚趾不能动 以及大腿开始很鼻 但当时我去到私立医院 我便看到这儿真的不同 很香 大腿很香 又有护士很漂亮 好像韩剧护士 每个都化妆 还有漂亮 烈焰红唇 然后我便介绍了 看一个专科医生 那个医生好像韩星 他穿着很窄的西装 然后尖头蝸 走路不停滚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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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有趣 我觉得我好像到了韩剧医院 其实我还有一点开心 因为环境很美丽 非常美丽 医生看我 医生当时便跟我说 說我們要重頭幫你做檢查和檢驗 其實我在高律醫院已經做了很多CT scan 磁力共振 很多事情都做了 他說不 脊椎骨有沒有做 我說沒有做 那你也要照顧 於是我當然去了做 但那次的經驗給我的感受很深 我記得當日做CT scan 之前做很多事情 又插手指 又做這些 於是就送我進去那個洞 我記得當日進入洞後 都花了半個小時 是那個洞 我感覺是一個洞 攪拌一下後 突然聽到有人跟我說 衛兵 衛兵 醫生說我們看得不清楚 所以我們要加一些顯影劑 衛兵 七千元有沒有問題 我當時的感覺很差 我已經躺在這個洞裡 你突然跟我說七千元 我突然下意識反應 我是不是去大陸 我現在不是在大陸醫院 我說要做就做吧 當然我同意了 但是那個感覺就不太好 之後當然就是每一次他們跟我聊天 用任何的物件 棉花 什麼都是 他都很容易的 他都提醒我多少錢 但感覺就很不良好 結果在那裏出來之後 我也是確診 我有這個病 這個病叫血管炎 其實就是免疫系統出了一個很大的問題 令到我全身的血管是發炎的 由私家醫院出來之後 我已經知道 這是一個長久的作戰計劃 因為這個病原來隨時都會死 不是中風那麽簡單 我就選擇了回公立醫院 去繼續我的醫療計劃